因為清冠一號這個名字 現在大家一講 就我講的被濫用 那一講清冠一號 人家就聽得懂 說我就是趕快 就是那個看後面那一聽的 那就延伸你講的那個時候 房間就出現這麼多 類清冠的東西 如果說 剛才第一種的那個水煎劑 然後它有依照 當初 台灣清冠一號的那個比例 然後它的藥材 也都是合格的藥材 原則上它的藥材 應該會跟現在的GMP藥材 他們的清冠一號差不多 因為我們的科學中藥 就是幫到傳統的水煎劑 然後叫做萃取而來 雖然這些藥是天然的物 就是號稱草本 我們中藥本來就是這樣 雖然它的毒性副作用 沒有像我剛剛講的 阿斯皮林普拿特那麼大 這些藥最後還是要經過 肝臟腎腎腎來代謝排掉 那你是不是增加 第一個剛才講的 因為它自己腸胃 它第一個增加腸胃的負擔 對不對 然後就是那個拉脫之耐的 第二個你代謝出來最後還是要從肝臟腎腎排出 當然是會影響到肝臟腎的運作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一味的正常狀況下去用清熱解毒藥 其實是反而影響了你平常身體 免疫功能的運作 那個是非常不必要的 我們在治療的時候會依照病人的症狀 例如說喉嚨痛 咳嗽 咳嗽還要分咳嗽彈簧彈白 或者是肝咳 或者有沒有喉痛 有沒有花燒 有沒有護血拉肚子 應該要依據個人的體質 過來開藥 這樣才是最正確的 僅僅是新冠疫苗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人吃的 新冠疫苗都會拉肚子 因為它的清熱量要非常多 其實它並沒有適合所有的人 所有的病患 因此這個正確的用藥觀念 不是今天我到哪邊去買了一個保健荒 或者是大家去瘋狂的 不管有沒有症狀 瘋狂的去搶到新冠疫苗 然後把它泡茶吃 其實這都是不正確的養生的觀念 因為每一個人的體質其實狀況是不一樣的 那我的想法是 我會建議固然有一些人是高溫選群 也許他們可以備藥 但是也不要平常閒著沒事看 就把可以有療效的沒有病的時候 就把可以有療效的珍貴藥材給消耗掉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中醫界面臨到部分的藥已經沒有了 魚腥草吧 然後例如說昨天新聞又推薦說 醫學報告銀花有療效 我看接下來銀花也沒有了 其實它有一些相關的藥材 其實我們平常中醫師臨床比較不常用的藥 最近都叫不到火 那其實是藥材非常的珍貴 那應該用在當你生病的時候 而不是當你沒有生病的時候 去把它以預防或者是預防之類的 把它喝完 等到真的生病的時候真的沒有藥了 那你說狗 你哪不是我的